秀林香北区的崇德部落、富士部落还有中区的嘉明部落聚会所 年久失修有漏水的情形,影响到村民使用的便利性 秀林香名代表林一龙向秀林香公所争取经费来进行修缮 预计在6月之前施作完工,要提供给族人举办文化活动和运动赛事的好地方 秀林香北区中区的部落聚会所已经设置了20多年了 而常年的雨水风在豪大雨,倾斥着厚厚的铁皮屋,常常会有漏水的情况 部落聚会所都会在这里办理篮球比赛和喜宴以及各项活动的举行 为了提升部落聚会所的实用性 秀林香名代表林一龙并且向秀林香公所争取经费来修缮族人们只需要的部落聚会所 秀林香多功能聚会所因为接获乡亲的陈勤去反应 告诉我们香名代表说因为夏大雨集会所会淋湿 造成地面的滑动,地面比较容易施滑 造成小朋友以及我们一些喜欢运动的乡亲朋友会有受伤或滑倒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秀林香公所 我们的秀林香王香长王玫瑰香长也非常的积极 叫承办单位提出这个措施 然后在去年,这个案子也顺利的通过 包括我们的秀林香代表会的赖主席及所有同仁代表 经过通过之后,这个议算也已经顺利的完成 也发包,那上一次是弄在河中 多功能聚会所已经完工 这一次是三个多功能聚会所由目前是嘉明、富士、崇德 目前正在施工,预计上半年前事务完工 那非常感谢王玫瑰香长以及我们的所有代表会 尤其是包含我们的赖政府主席的潜力的支持 我相信这是我们秀林香明之福 秀林香明代表人英龙表示 相当感谢代表会的同仁和主席的支持 以及相公所积极的作为 让主任们在拒绝的时候 可以说是相当的便利性 拥有美好的硬体设施 大家在这里办理各项活动 能够有舒适的场地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